你是不是心里原来曾经想过 他不听话 大不了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 我就不管他了 当妈的没有这个想法 要有那个想法我就不管他 当妈的做不到 再不想成的孩子都做不到 当妈的就是 手板手背都是毒凶 孩子还能不能 再再坏的孩子 你还是想他好 你还是想他 没办法 实在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不能不管 所以这次他得这个病痛 得癌症 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内心是什么感受 当时他接先知他 不敢跟我说 不敢跟我说 就是到医院以后 准备做搜索 他接着跟我说 我在那医院门口 我想到 我还有个网上 我想到不会是癌症 一直听到那个 医生喊 无床往阴止上癌 我想到他 我才一定哭 我总是害怕 我还把背罢的送给他 还把他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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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王英 你这么五十年来憋的话 以及通过这次病痛 所反省到的自己的问题 以及对母亲的诉说 都表达给自己的母亲听 好不好 因为你说的不仅止于是你说的 我相信生活当中也有很多 很自我 很自私 不能够领悟到母爱的人 听到你这番话之后 也会反省自己 也会理解母亲的不义 所以你不光是为了自己说 好不好 毫无保留 想说什么说什么